- 想學炒期指? 我們的課程教你熟習入試技巧 無論你想做即日先還是過夜盤都可以得心應手 課程不單有模擬走勢片段入試訓練 還會送你一個月太極即時期指報價 期指短炒過夜策略班 8月10日星期五有新班開課 你還不快點來報名? 自財TV 港股走勢告訴你 美股昨天晚上上升升了35點 加上市場方面憧憬 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有機會出台 所以今天港股方面都有高開 高開來說有55點 不過今天整體走勢是一個反覆上落市 力度不是太大 所以高低波幅不算多 只有144點 行指收市報19,641點 上升82點 成交方面減少了411億 走勢如何變化呢? 我們看看圖表 今天大股走勢升到82點 不過有個問題是波幅很窄 只有144點 所以你發覺力度不太大 現在走勢方面 開貨是否合適 單二看大股方面 就應該要等待 為何呢? 看破不破頂 破了頂 破了頂 我們先考濾馬入 不要急過西小時間 破了頂 差不多平均升 10天才破20天 這個時間 先考濾馬入比較好些 你說個別股票 有沒有留意到呢? 也有 980 980 聯華銷市 這個股票來說 近日方面有個上升 今天收市方面 7.79 升了0.23 2.3指 升幅有3.04% 成交方面 332萬 這個股票來說 有兩天的 一個升幅 這兩個陽足率 都比較大些 我們叫實心體 比較大的 代表有力 當中來說 平均線升破了 所以這個股票來說 大家要多加留意 這個叫聯華超市 這個號碼是980 另外大行推債方面 有什麼可以提及到呢? 大行方面 這個稅銀提及到6號 這個電能方面 負債水平健康 將目標價調升到62.4 這個股票來說 留意一下 這裡近兩天都是 好像放氣球 這個好像氣球一樣 這條繩來的 代表怎樣呢? 力度是夠的 所以這個股票來說 都可以留意一下 好像一個氣球一樣 飄上上面 另外這個 削銀方面 削減了中興763的目標價 去到18元 但也維持買入的評級 好,763 這個中興的狀況 怎樣看呢? 這個股票有沒有機會上升呢? 這個股票 在什麼情況 會有個改觀向上呢? 我們要看一個叫孤島的問題 假設地 星期一這個股票 有機會列口高開 列口高開 有個陽足明顯一點 實心體 這個股票都可以考慮 因為形成了這個孤島狀況 孤島來說 如果出現了底位 與其走勢的機會 是推高的 留意一下 另外 美銀美林提及到 這個762 762這個狀況聯通 下半年三支上客方面 有個改善 為時買入 這個股票來說 我們看回走勢線 我們看一個走勢 這個叫做阻力線 好,這樣畫下去 好 這個叫支持線 這樣畫 你會發現升破了 阻力線 應該走勢向上 也對的 升破了向上 這裏來說 也破了頂 不過入貨這些 不要入太多 如果以兩柱做單位計 這裏只可以做一柱好 因為這裏也有頂 寧願這裏入一柱之後 再破頂 再補多柱 拿平均價 這是一個技巧 要留意的大家 大家留意一下 這些買賣方面的 技術分析方法 好 很快來說到星期五 今天我們試試做個總結 看看環球股市的表現 港股來說 星期五收市 19641 上升了548點 升幅有300% 美股到星期四來說 收市部12943 都有上升的166點 不過接下來兩個市場就不太好 上升方面 上升來說 星期五收市 216百 下跌了17點 日經方面來說 收市部8670 下跌了54點 所以市場方面 有些升有些跌 會說不是單一的狀況 即是預期後市表現來說 有機會上落的局面 大家來說不用過份樂關注 好 我們下週一再見 拜拜